以下我這邊有一個就是補充 這是舊的寫法 那我這邊是宣告了一個A刮弧7 這個定指的就宣告 宣告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叫A A的一個陣列 但是多了一個什麼 多一個刮弧7 那你可以想說 老師第一個 宣告 那為什麼前面的那個像R 或者J 為什麼都名宣告 那陣列為什麼要宣告 其實問題就在這裡 VBA裡面的變數 是不需要宣告 也可以宣告也可以不宣告 因為如果你不宣告 也可以 就跟你去餐廳嘛 你不定位也有位置 那你定的位置 還是有位置 那當然不用定了嘛 就有了 所以為什麼我不宣告 很多同意 因為很多書裡面一定都宣告 那主要原因是 那我都不宣告也可以跑 而且沒有問題 那我幹嘛多一號 而且可能我上課說我要多講 講了同學又不懂 又不清楚 那反而是怎麼樣 暫時先不要講這個好了 那可是問題來了 這裡為什麼一定要宣告 麻煩點就是 只有陣列 他一定要宣告 他如果不宣告 他就不能使用 那什麼叫做陣列 其實道理很簡單 他這個A瓜屋7 意思就是說呢 一個變數本來只能放一個資料的 但是陣列呢 他比較奇妙 他是這樣子 他本來一個空間 你只能放一個東西 但是你後面加一個A瓜屋7的話 他有點像隔間 他可以怎麼樣 幫你做資料的切割 切割之後有點像那個一個房子隔間 本來只能住一個人的 他隔間之後呢 可以住8個人 那你想說 老師不是7嗎 因為陣列的編號 是從0開始 到7 所以 A瓜屋0的話 他就是住這裡 A瓜屋1 就是住這裡 瓜屋2 一直到7 所以陣列的好處怎麼樣 一個變數 可以放多個資料 那這樣就好像感覺 好像有點對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將來有大量的資料 然後你就不是 就是反正就宣告一個陣列 通通丟到那個陣列裡面去就好了嘛 對不對 管他有幾筆 所以 那可是問題來了 他只能夠放一個空間 他不能放兩個空間 那這個好像跟那個Excel 又不能完全相符合 所以如果將來 這個叫一維陣列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要放 類似像Excel這種有藍有列的話 那就變成 叫二維陣列了 但是 光一維陣列 有些同學就搞不太清楚了 所以要二維陣列 或許將來有機會我們再談 那基本觀念是這樣子 陣列 你可以放多個資料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 這個應該都一樣 在第幾 這個這一段應該都 差別在這裡 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是直接寫過去 但是陣列是這樣 我先暫時放在哪裡 我先把資料 暫時放在陣列裡面 暫時喔 也就是說我也有八個資料 那我就暫時先放在陣列裡面 等到全部寫到陣列之後 我再做什麼 切過去 也就是我全部資料 不是都統統先放在那個陣列裡面的 然後呢 我再切到銷貨明細 再把這個八個資料怎麼樣 全部通統一個蘿蔔一個坑呢 放在那個儲存格裡面 把它放過去 那你可以寫個回圈 陣列跟回圈其實可以搭配的 最後寫過去之後 再把資料再切回過銷貨單 再把它做清空的動作 清空我剛剛是寫了四行 另外你也可以 如果你只要寫一行的話 其實寫這樣也可以 這個是寫一行 你會想說這到底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會發現 主要是在這裡 我們是B3 有沒有 一個空置串 B7一個空置 你可以講 B3逗點 B7逗點 應該是B3一個 中間用逗點的方式 把它隔開來 所以一個Range